来看看新闻网 不知道是不是急着走的关系 现场设置了一个主持人 向黎明提问的环节 但是有点拖拉的主持人 由于始终没有切入正题 一向闷闷尔雅的黎明也有点急了 直接拿过话筒向主持人喊话 你真是一个实诚人 被黎明这样的一说 主持人自然有点尴尬了 但是更尴尬的还在后头呢 我想问您就是说 您在我们以前已经塑造了非常多的 深入人心的角色 我们知道这个唐明皇 也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 非常有争议的人物 主持人的问题是关于黎明 为何会出演电影当中唐明皇一角 不过铺子时差太多了 前缀实在太长 光问题就说了一分多钟 李天王显然有些不耐烦了 为什么天王要接受这样的挑战 很专业的台词 这么不留情面的天王 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 他直接戳穿主持人 是在念台词随后 更是再补一刀 我的回答不是台词 面子上有些挂不住的主持人 只得尴尬为自己打圆场路 其实这个刚才说的那段 不是台词里有的 虽然最后主持人又一番滔滔 不觉表达了对天王的景仰 黎明也礼貌性地回应感谢 不过这发布会的基雕 是无法扭转了 其实如果离天王多点耐心 主持人多点专业 这样的尴尬很容易避免的 约了新天地上海采访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